贸然出拳直接狠揍黄帽男子 致富远景在捷运站内发狠揍人 让大家都看傻眼 但接下来远景左手一挥 右手大肩一拉 黄帽男子亮枪亮三步 当场重衰倒地连拖鞋都喷飞 12号晚间9点多 大庭广众下远景竟出重拳还撂倒民众 地点就在离紧拽不远的捷运精美站 我觉得警察这样子打人 是非常不合理的行为 非常不理智 即使他是游民 他也应该有充电的权利 目击民众破网表示 不清楚为何会动手 但听到游民在呛警察 但网友直呼离谱 警察不能这样做别人头把 这跟流氓没有两样 警方表示当时这名男子 长时间占用充电区 与站务人员发生争执 警察第二分队执行守望前务的远景 到场协助处理 这名男子却出言辱骂并动手攻击 但粗暴手段应发争议 远景随一时的情绪失控予以为奇 徒从众追究并依法送办 远景贸然揍人 恐怕已经违反比例原则 不论对方有没有提告 都已经伤害警队形象 就黄军采山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 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